Hello 大家好 我是Pyga 在上星期四月十六號早上的時間 在距離東京大約三四個小時左右車程的黎木園拿須町 有市民打電話報警當日早上 懷疑有人在附近的樹林放火 在火勢當中還看到疑似燃燒兩具等身帶 貌似換衣服的跡象 而且還散發出臭味 案發地點在樹林當中的小溪樓旁邊 當時這兩件疑似人形公仔的物件 頭部被一個黃色膠袋套著 而且還用膠紙把膠袋密封 手和腳的部分被索帶綁著 兩件物體呈交叉狀堆疊 附近有一桶燈油罐 場面相當詭異 會令我馬上聯想到一部漫畫吸血大耳洞的情節 如果日常工作是會接觸到屍體的工種 可能很快就會馬上知道 燃燒的不是公仔 而是人體 我想目擊者當下也可能會覺得有機會是人體 沒有理由一個人會對著換衣服公仔做這麼恐怖的行為 但是下意識可能就希望在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會發生這些殘忍的事 下意識是希望這個被燃燒的物體是換衣公仔 所以就打電話希望警察盡快來到現場 不過很可惜的就是警察來到現場之後就馬上判斷得到 兩句疑似是換衣公仔的物件是真的人體 也馬上就知道他們已經變成屍體了 警察後來也馬上調查得到兩名死者當中其中一個人 他是居住在東京都台東區一名55歲叫做寶島龍太郎的人 但是另一名死者的身份暫時可以判斷為大約40至60歲左右的女性 而且根據後來進行司法解剖的結果來判斷 兩個人的死因是因為頸部被壓迫導致窒息死亡 而女死者的遺體上頭蓋骨是呈現嚴重骨折的跡象 警察認為兇手可能對女死者的殺意更為強烈 以及就認為又準備了索帶和膠袋封箱膠紙 認為犯人早有預謀準備犯案 同時又認為犯人的行兇手段撤裂 因為犯人似乎完全沒有計劃如何隱藏這件事 還要明目張膽地在樹林上消失 但相信就不是一個人所謂 以及放火消失這種行為 警察認為不是太符合日本人犯案的行為模式 所以也會考慮到涉及到外國犯罪集團所謂 而且很大機會真的涉及到外國犯罪集團 因為其中一名死者55歲的寶島龍太郎 他在日本創立了兩間公司 公司旗下管理多間食肆 這些食肆全部集中在上野車站附近 相信就在亞美橫丁裡 大家都知道近年這個地方 一窩蜂湧現了很多充滿中國特色的食肆 背後也有龐大的中國資金流動 而這個寶島龍太郎 其實他不是日本人 正確來說是一個歸化了日本籍的前中國人 他在上野經營這些食肆當中 也有很多中國籍的從業員 至於他在亞美橫丁擁有這麼多食肆的原因 就是因為一個疫情的關係 令到很多原本的回轉壽司店 又或者居酒屋結業 而趁著這個機會 寶島龍太郎也不收拾 趁低吸納租借了那裡的店舖 一口氣是開了很多不同類型的食肆 例如意大利餐廳 燒肉店 壽司居酒屋等等 根據調查所知 這個人所經營的店舖 經常都會和附近的店舖發生爭執 主要的原因就是寶島龍太郎店舖的從業員 會惡意地搶客 明明客人已經進去別人的店舖 但是寶島龍太郎店舖的職員 是會強行將客人拉過來自己的店舖 亦都是因為這樣曾經發生爭執 當然不單止店舖的職員 就連寶島龍太郎和他老婆 都經常會來到店舖巡視拉客 有一次甚至寶島龍太郎的老婆 是疑似去毆打競爭對手店舖的職員 令對方要請一個看場保鏢坐陣 附近的商家都形容寶島龍太郎 看上來就是一個普通中年男性 不過他老婆似乎比較激進剛烈 平時的化妝都比較容易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很多問題都是罵上法庭去處理 而且不單止是拉客問題 寶島龍太郎的店舖 是不會遵守商店街的規矩 例如對於處理廚餘 是沒有跟足指示去做的 就會隨便丟在街邊 搞到周圍惡臭橫生 老鼠、烏鴉都經常會聚集在商店街 基本上他們的存在 就會不斷地和周圍發生爭執 是不得安寧的 這兩夫妻本身有個二十多歲的女兒 間中他都會來到店舖幫忙 而他們一家人就是住在上野公園附近的高層大廈 其實當初我看到這篇報道的時候 從行兇的手段和殘忍程度 似乎將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怎樣折磨受害人身上 都感覺到好像是外國人的所謂 而且從處理屍體的手段來說 都很有可能是拉閘成軍的罪犯所為 而死者寶島龍太郎這個名字也是有點奇怪的 不過當時新聞報道是完全沒有報道過 這個死者是中國籍龜化的日本人 這項資料是經由八卦雜誌去證實和報道 我相信電視台可能都是刻意隱瞞這個消息 還有另一名死者也很大機會是寶島龍太郎的老婆 不過暫時媒體是完全沒有提到他老婆的身份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會不會是因為他老婆沒有改一個日本人的名字 然後公佈之後 會令到中國籍龜化人士的形象低落呢 但當然這是我的假設推測 4月16日早上發現命案之後 到第二天的17日 有一個平山靈權的25歲年輕人 就去到東京都五反田的警察分局自首 跟警察說自己可能是涉及到這宗黎木園拿衰丁的消失事件 其實有做就有做 沒有做就沒有做 為什麼他會說自己是可能牽涉在內呢 令事情更加古怪 還有他就說 這件事的起因是因為食肆之間的糾紛 這個平山靈權他本身也是一個小運運 記者去到他的居住地採訪附近的居民 對他的印象都不是特別好 經常穿著背心 展示紋身出來到處走 他去到自首的時候 跟警察說自己有可能牽涉在內 不過他就說自己沒有殺到人 只是幫忙準備燈油罐和租車 甚至乎受害人寶島龍太郎這個人 他也是不認識的 是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他行動只不過是聽上頭大哥的指示 不過這個上頭大哥 他就沒辦法說到名字出來這樣說 而且他自首這個行為 亦已經跟上頭討論過這樣說 他的說法是挺奇怪 這個年輕人會不會只不過是一個替死鬼呢 還有警察就認為事件很有可能 都是一些網上拉閘成軍的小運運所為 至於誰被指示這些小運運行動 就有待警方再查證跟進 大家對這件案件有什麼看法呢 我猜不到原來受害人是一名中國人移民 雖然他的名字真的很日本人 不過又甚少聽過有人姓寶島 但寶島這個姓氏 都很符合中國人的性格 大家有什麼意見都不妨留言討論 影片內容先說到這裡 喜歡影片記得讚好和訂閱 也可以選擇用Superfans課金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